二月堂,雍正皇帝 母狗,君为宫侯,不亦乐苦 亦知道,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心,我心,本不了未来未去晚 是这一分月,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爱他一次变无限 原来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大件事 李大人,酒拿来了 对了,你带了八个亲兵出去,把整条公园街封出去 一只老鼠都不准走 责,不过,如果信天府的人问起,奴才怎么回答 你带了我的名帖给他们,明天我才跟他们解释 责 功劳要分一半给我的 老李,孙家禁叫我来找你,真是没说错 只有你才是真豪杰大丈夫 书生自愧不如 不要给我抛什么书包,来来来,喝 李大人,你是两岗部政士,昨晚你派的亲兵来封了我们公园科场 我看见你三更半夜,你又未明白事件的前一后果 当时我并没有跟你计较 如今你带亲兵进来科场搜查,精妖考生,实在欺人太甚 张廷路,你不用跟我打官腔了,考题已经洩漏,反正都要再考了 我查不查,有什么相干,你不用担心,我转头就去见万岁爷 有什么事,我李慧自然会担当 我怕你担当不起,公园科场是天子脚下,治安应由顺天府为辞 就算是要搜查,都未到你两岗部直视 本大人做事不用你教,我跟你说,如果搜不出问题,找顺天府来搜一样没用 如果被本大人搜出证据,找哪个衙门来搜,万岁爷都不会怪罪 品告大人,所有考生已经搜查完毕,其中有人工出,给了钱主考大人 果明可以选中十甲之内 李慧,你想插庄 是非曲直,只有万岁爷的胜材,人来 封了所有考场,叫大家不用再考了 个人留在自己的位置之内,听后万岁爷旨意 三 雍正皇帝登基不够五个月,山西盔空案震动前夜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科场武庇案又起狂难,天下震惊触目 李慧封锁公园的第二日,山西秦府乐敏被压入京城,投于刑部监防后审 同日,朝廷下旨所拿,以张廷路为首的顺天府因科十八方考官 连缘告杨令氏,亦要停差等候对质 尚书房,领事卫内大臣,军基大臣张廷玉,因病请子调养 雍正立即发恩子,准他在家休息 明眼人都看得出,张廷玉是被刑 由得李慧去查这两件大案 与此同时,尚遇命直递学士李忽为主考 改换考题,重新开始因科会考 我李忽在京五年,还是第一次来廉亲王王府 喂,你是哪个衙门的? 怎么在门口里装装一下? 我是公布 有没有拜帖,手本那样? 公公,我还没说完,我是公布侍郎 康熙五十六年停职候选 刚刚音点做顺天府学证 所以来拜后八爺,公令份事 麻烦你以后来过 我们王爷今天约了九爺、十三爺和十四爺 商量年大将军军武 吩咐过文武八官一概不见 你大概没听清楚,我是新典的学证 我不管学证也好,虚证、武证也好 总而言之不是雍证就不能进去,请回啦 你这个太监啊,竟敢这么狂妄? 是不是见我没打伤银两,所以留难我? 万岁爷的帝号,你都敢舌毒 你一定是严命长鼎了 你给我拉进去,品告年亲王 说阴差大臣,信天府主考李忽来过,被你赶走了 我明天要入围主持考试,不可以再来的了 大人 李大人,李大人 请留步,奴才何柱仪向阴差大人扣头请安 李大人,请你原谅这个新来的王八蛋 你是不是想死啊?还向李大人道歉? 奴才该死,奴才长嘴,请李大人原谅,奴才该死 李大人,请走这边 何柱仪,白爷知道我会来吗? 好,好,好,新任大主考来了 奴才向十三爷,十四爷请安 今早我去见皇上,马齐正在上午说 历来信天府考试,都是两个主考 如今只委任李忽一个,恐怕于体制不合 皇上就说,如果要贪污的话,委任十个主考都没用 朕今次就专用李忽一个,他是个正派读书人 文章人品都做得好,朕信任他 李忽,你要努力好好地做了 李忽未敢辜负皇上厚望,必定黑己收身 慈重谨慎,为国选不人才,报效皇上厚恩 李佛,你整天都是这么一本正经 好了,我和你十四爷赶着办事,不跟你谈了 我等着见你选出来的状元 是啊,八哥在里面,你进去吧 爹 李大人车行这边 其实昨晚礼部出了令牌,派大人做主考之后 我们皇爷已经想亲自过来拜候你了 不敢不敢 怎料今早一早,十三爷和十四爷就过来商议军务 刚刚李大人奉旨清查两件大案,又要过来请示 皇爷一直走不开,心里头又怕门口那些奴才又眼不色泰山 派奴才出去照应一下,怎料就见那个王八蛋出事了 大人,请走这边,转了弯就到了 李大人有大量,不要跟那个王八蛋计较 八爷就在日子圈里面,请进去吧 不需要距离,进来才说 神里分,经过八王爷,九爷,十爷 都说不必多礼,你先坐一会儿 我和李慧再谈两句,就谈谈你的差事 如果晚了,你就留下吃饭才走 神领命 李慧,刚才我都跟你说过 本来不打算留你在北京这么久 但洛敏建案,牵涉到山西通省近三百个官吏 科长舞弊案,表面是十九个官员 但当中关系千丝万类 连庭狱都要诈病回避 说起来,开国至今七十九年 都未遇过这么大案 我怕马齐一个人太忙 所以加上你和陶李森 帮办完不,各归本职 你不要推辞了 谁不知道你李慧查案是天下第一 王爷,你知道了 昨天我见皇上已经推辞了这件差事 皇上又派我去山东平乱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又变了圣子 正所谓坑灰味冷山东乱 还是山东那边紧急些 我想再见皇上一次 李慧,留你在北京不是我的主意 是马齐觉得人手不够 请子要留下你的 你要面胜,我这个总理王大臣 无权阻拦你 不过如果你肯听我的钟谷 就大可不必多此一句 你为你是个聪明人 难道真的不知道马齐为什么要留下你 你说对不对 王爷,你的意思是 那时,乐敏是马齐的门生 张亭露又是张亭玉的堂弟 马齐和张亭玉是共事多年 唉,总而言之 关系千丝万缕,说都说不清楚 就是了,能够和各派人马都没关系 一个就是你非正途出身的李慧 一个就是新晋侍卫徒李森 没有了你两个 就算马齐手下有刑部 大理子,刀察院 甚至加上信天府的人 都没办法审得清这件案 王爷,你说到这样 李慧实在推无可推 我唯有硬着头皮接你这份差事 不过,我想去王爷表明深绩 既然这件案交在我手中 能够周全的,我一定尽力周全 不能够周全的,我就不能够周全 无分言如贵贱,不论门帝出身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适合王爷的心意 请王爷不要见怪 如果王爷能够体谅的,李慧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你这个狗奴才真不愧外号叫做前死鬼 王爷,难道你以为八爷会害你吗 你在说什么周全不周全 好像打瓦迷那样 八爷怎么知道你说什么 十爷,你别笑我 如果十爷你这个大头鬼想前我的 我李慧一定望风而逃 十爷,你心明如镜 又和我扮糊涂 你老人家明察 这两件案子非彼尋尚 一个不小心,引火烧身都有之 十爷,你也不想你为我出去做乞丐 哈哈,你这只狗狗,快点走 不要笑死我十爷 各位大爷,李慧告退了 喂,老宗,我的公事讲完了,轮到你了 李大人,李慧是江西李,李大人是江南李 我们又怎么会是老宗呢 江西江南,不是是木字下面一个子字的你 你有没有听过张献宗祭张飞苗吗 他说,老子我姓张,你也是姓张 我们两个不如应祖归宗吧 失礼了,李慧先走 李大人,你一定看不惯李慧那种狂放 他个人其实没什么点 王爷,李慧和八爷十爷穿碑有罪 君臣之意列在三纲 他这种不是叫狂放,是叫非礼轻跳 唉,礼崩岳坏之日,还说什么三纲五常 李大人,这个李慧原本是万岁爷登位之前的家劳 说起上来,真是一个乞衣仔 书读得少,但是天生聪明 十几岁就在各王府之间跑腿 可以算是属不拘礼,大家都不以为意 不要说他了,你是不是明天就进贡园 是呀,神已经叫家人将行李送入龙门 今晚不回家,在公园胡乱过一晚 明天一早主持考试,所以如今你向王爷请示 没什么要请示 有人说,如今大清,朝中无清官 我看都未必,起码你李慧就是一个清官 王爷谋赞 王爷谋赞 不是,我早已听闻过你 文说你除了一份正身之外 从来不去印结局领津贴 甚至外官入京送给你的兵敬敬 你都一概不收,是吗? 王爷所说,确是事实 有时候苦心自问,都怕人家说李忽,矫情造作 我家书香门帝,虽然不算富豪,但也不算穷苦 况且有一份侍郎的俸禄,我又不喜欢结交朋友 粗茶淡饭,多多买几本书,不用花很多钱 早年我都有幸见过于成龙国秀这些一代名神 可惜如今,无可奈何花落去 李大人你不贪钱,在当今已经非常难得 万岁爷特意选中你主持恩科会考 可见性心足召,不用我多作吩咐了 人人说王爷是八言王,今天一见,果然有见地有风采 你忽心心佩服,王爷,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神就要告辞了 真是不留下吃饭? 好了,我不会强人所难 还有一样,金科的考生入场已经五天了 因为出了大事,全部都不可以出来 亦不可以跟外奸联络 本来他们带的食物一定不够吃 听说,亦都有考生饿魂了,是吗? 这件事,神亦略有所问 当初是朝廷用错了主考官才出事 朝廷应当负起责任 我已经发令给互部,又凡夫出钱 每个考生每日供应十八两百米,一斤青菜 四前油,三两肉 你派人逐日清点,千万不要怕所遂 以免被那帮黑心的官员黑扣了 以王爷之尊,尚且为考生安排周到 神岂敢态忽懒散,王爷请放心 好,没事了,你回去吧 走 八哥,李忽这个人才学好,良心仍不差 为什么只是跟他打官腔,不试试收起他入局呢? 老实,李忽非我们始终之物 古人说,外形于强,终必有不足 你们刚才有没有留意到他? 我书房放了这么多珠宝古董 李慧进来看看这件摸摸那件 满口夸赞羡慕 但看完就随手放下,若无其事 这个奴才一向都是这样的 一向都是这样的,才证明他是出自真心 你也可以说,李慧自小出入王府巨宅 见关价值连城的珍宝 但难得的就是他不贪 李慧都不贪的,他进来之后 木不邪是,由头到尾正耕毅座 李慧叫他老宗,还尿起他把火 哈哈,你都留意到,老实 可见,你都越来越精明了 李慧对我的珠宝古董木不邪是 而,看起来好像不为物欲所有 实际用的是克制功夫 你这种假道学的人,收回来在我手上有什么用 哦,原来是这样 唉,说起来,在用人方面 老四始终胜我们一筹 你看看李慧就知道 一个乞衣竟然被他训练成才 我们往日收回当宝贝的人物 哼,如今赌哥的赌哥,秘祸的秘祸 圍住我王府转的人,还有很多 但是有几多个是靠得住的 八哥,你又不用那么丧气 皇上登基不够半年,丑闻就摘二连三 住的铜钱,又黑又蒙虎,不要说了 第一件扮闺空,出了山西乐文的大笑话 第二件开恩科,又有张庭路倒他台 他的日子都不见得比我们好过 是啊,说起张庭路 我都要在李慧见他之前,见一见他才行 何处义 皇爷 我派你安排的东西搞成什么 喂,皇爷,一切都安排好了 是啊,今晚起庭,皇爷可以见到张庭路了 他是朝廷阴犯,我不想被人找到把柄 你扮警,最好谨慎些 皇爷请放心,终对不会出差错 八哥,你是总理王大臣 这两件大案,说就是马齐主持 李慧陶李森帮办 说到尾,理智是统水 你去见张庭路也很平常 不要说太多了,见了他才算 八王爷,八王爷,你一定要救小人 张庭路,不要这么大声 今天我来见你是没人知道 虽然这件案由我主管 但是狮子见你,传出去不是那么方便 是,是,奴才知道 这件案,万岁爷已经派了马齐负责 但是碍于张庭路的面子,他不会亲自审你 应该是李慧和陶李森负责 是 你老实说我听,你夹大了多少人 啊,总共十个 三个是龙科多所托的 一个是十爷说的 还有一个是何处二公公说的 其他几个是朋友所托的 夹大几个尽事不是大罪 不会死人的 如今万岁爷最生气的就是洩露史提 你说我听,是谁洩露 或者我可以救你一命 八爷 八爷,不能说的 就连龙科多,十爷和何处二的事 庭路一概都不敢跟别人说 你不跟别人说是对的 但是连我你都不说 我怎么能保护你周全 八爷,你一定要跟我作主 行了,行了,快点说 我没时间了 回百爷,是 是三马哥 蛤?是云史? 是 喂 张廷诺,你听我说 无论李慧,陶李森怎样审理 云史,你千万不能招他出来 如果你一说,万岁爷为了盖住丑闻 你一定会杀他 那我,我怎么办 你只要保守荣文 不止我,云史都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你自己想清楚了 是,是,多谢八爷成全 小人一定不会说出去 我一定不会说出去 奴才龙科多,向九爷十四爷请安 是,不敢当啊,你是名牌正宗的旺寇,托姑众神 见天子尚且不必自称奴才 何况我是这几个落难王子 快点起床,起床,起床,起床 八爷呢,为何未见他出来 老龙呀,你知不知道今天是谁请你来 又知不知道请你来是为了什么事 奴才知道,是九爷派人全奴才来八王府 八爷想和奴才商量,选秀女的事 内务府如今是十三爷管的 八爷正正一个总理王大臣 根本就不空理你这些琐碎的事 老实跟你说 是九爷和我借八爷这块保地 想和你握手言和的 啊? 嘿嘿嘿,十四爷真的会说笑 我们同家一门,素来和八爷、九爷各位 过从甚麽,当日无仇,近日无冤 既然无不和,又何来言和之理呢? 如果八爷真是很忙的 那奴才,低日再来领教 十四弟,人家要走,你就由得人走咯 龙大爷,或者急着找徒里心 打点科长官司呢? 让他走咯 你和张庭路做了什么交易? 一甲俊士十个位,只是你龙波多就包了三个 其他人还需不需要考? 我... 嘿嘿嘿,九爷你说得对 不过九爷你或者不知道 一甲俊士十爷都要了一个位 八爷府上面的何柱仪公公又要了一个位 连大将军连庚尔都要了一个 龙波多请九爷体量 有些事,龙波多未能做得周全 哦,原来你想反咬一口吧? 连庚尔我不理他 八爷十爷是堂堂龙子奉孙 要不要做这样的勾当? 我们要放几个奴才出去做官 要不要靠这样来拿位? 说出去有没有人相信? 否则你胸口说白话,亦无憑据 不过你见徒理心,九爷就知道 如果这件事揭穿了,看看谁大罪点 你用不用八爷和张庭路说一说? 好,既然九爷这么说,奴才只有盈碎 你...你们想奴才做什么事? 今天请你进来,不是说握手言和吗? 大家只要喝酒作乐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农科多你放心,我们八爷从来都不会为难人的 十四弟啊? 没错,没错 哈哈哈 雍正皇帝,第三十七回 姚秀灵监制,曾月娥偏导,二月河原著,陈七编剧 主题曲,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词,鄭少秋主唱 由李學斌飾演吻志 蔡雅各飾演吻提 潘文柏飾演吻祥 梁思浩飾演李慧 梁逸倫飾演李忽 冯伟唐唐伯 并且由,中杰良 刘雪明 陈伟康 冯志辉 龙天生 刘浩祥 盧雄 萧辉 曾永强等联合播演 香港电台广播剧组製作 现在经已播放缘分 吻歌汉沙 谁在决定我命运 是否晴天主在我地缘分 面对歌汉沙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也知道 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心我心 苦不了未来未去晚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限 温顶 我爱你 温顶 他爱你 温顶 温顶 三万泛 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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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决定我命运 是否晴天主宰我们缘分 年对各旱沙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亦知道 每一分爱是缘分 尽我生我生 顾欢不了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山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路限 人上有你 尽我生我生 顾欢不了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分月 是我情不自家 方向江山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适合同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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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去 关number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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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去 《二月堂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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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碟菜留下,回鍋煮一煮,下一餐再用 炸,奴才告退 李維,兩件案已經審完了,是嗎? 回皇上已經審查完了,只是當中牽連甚多 奴才想問皇上的意見先,再明節上奏,以免官場震動 這一輪你們每天都有密節,對於審案的過程,浸疫療餘指掌,無謂花時間 你直接說結論吧 皇上,兩件案牽連183名官員,由有關部門已定處分 樂敏、張庭路以下一共19名官員,一律斬首示眾 樂敏是皇親,張庭路是恩習指著,就這樣殺了,瘟動天下,面面重了些 奴才以為,既然國家有赦免親貴的制度,是否可以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要是該殺的,莫說說19個,就算1900個,浸都不會可惜 只是據浸看上來,科長一案,尚未查得清 如果就這樣,就結案,會有人服,也會有人笑 勞菜 你不用怕,你有難處,又不便說出來,這一點悶不到浸 史提是浸自己意的,親手寫,親手封,存在今季之中 張庭路、楊明時,都是臨場才拆開來看 史提是怎樣洩露的呢? 頭一個偷看的是誰?宮女?太監?親王還是阿哥? 奴才是主子一手教出來的,心裡想什麼,可言主子都知道了 皇上,這次兩件案震驚朝野,只是宮外已經難與處置 至於宮內發生什麼事,關乎天朝聲譽,慢慢不能追查下去 你說得對,這是浸的心腹 是浸一手由火坑救你出來 浸才跟你說得這麼坦白 宮廷裏面的時莫說我是你 就算浸親自處置,都覺得棘實 皇上聖命 蓮羹堯在西邊準備打仗 賦稅要靠官員去收,軍要靠各省督罷 朝廷之中有人希望蓮羹堯打一場大敗仗 讓朝局再亂一些,可以混水摸魚 所以無論如何,浸都不能夠上他們的檔 他們要亂,浸就要穩定 要穩定,又怎能夠再追查宮中的事? 你們沒有人敢說,並不代表浸不知道 否則,浸就枉為四十年的翁親王 皇上既然動足天璣,請早發聖子 果斷處理,以穩定朝局,上下一心 支持西域戰士 至於宮中事件,曖昧未明 只有慢慢再查 嗯,殺人太多,始終有傷元氣 這樣吧 為首的樂敏張庭路兩個 這個,妄視朝廷法紀,敗壞朕的名譽 赦免親貴的制度與他們無關 樂敏不過是軟房外戚 不能夠算是親 張庭路一個小小指著,也不算是貴 見到錢,見到名利 就將天地軍親師一蓋拋諸老後 這麼混帳的奴才,一定要重罰 朕認為,樂敏和張庭路不可以斬首 要加罪為腰斬 萬歲姓名 奴才再請指,山西通省官員 又如何處置 嗯,其他人無所謂 按規矩辦得 你寫好了,請上來被朕斟著 你跪安 喳 還有,今日下午,朕要叫大喜 召集所有官員,聽朕宣布這兩件案 之前我還要見你 你不用散朝 喳,奴才遵旨 好了好了,如今所有 與岸有關的神寺都到齊 朕稍後就過去乾清宮叫大喜 事前想先和你們商量一下 李衛,你是負責人 由你講下,樂敏和張庭路什麼處分 皇上,李衛和陶李森商量過 樂敏定為腰斬,張庭路凌遲 嗯,馬齊 在 你是主審官 皇上,臣以為定得似乎重了些 樂敏一案是山西通省官員勾結作弊 樂敏身為主官自然難辭其咎 不過如今既然不追究下屬官員 對樂敏也不妨改為斬立決 一來 稍傳山西官員體面 二來 亦傳朝廷的體面 馬齊 傳朝廷體面是假的 朕稱樂敏做天下第一巡虎 好,你是為朕稍傳體面 朕的體面不重要 重要的是警惡懲奸 一於腰斬 至於張庭路一案 臣以為並未審命 朝廷為整肅理智殺一警白 重促處置是好 不過,靈遲乃專對付貿易的 張庭路是貪污,不是造反 神以為你為徒理心以罪少重 是想皇上加真的意思 馬齊所說 確是老成謀國之言 好了 朕就恩准張庭路改為腰斬 皇上,臣有話上咒 孫家鑑,你又想朕頭痛嗎 皇上說馬齊老成謀國 臣不敢苟痛 張庭路一案 既然是並未審命 就應該查到水落石出 然後依例辦理 怎可以急急忙忙 就殺人了事呢 年輕人 朕看出你這一點忠心 不過人情法理 有輕有重 有患有急 不能夠全部都用同一個標準去量度 朕當日接受你元六同四的註前比例 但是有治你的罪 扎了你的頂帶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 神如魯 朕就索性再講清楚一點 先帝晚年的時候 尚同朕說 清水池塘不養魚 有些事情 不如理得太清楚 朕當時也不服氣 如今身處先帝的位置 才真正體會到 老實說 佛心無處不慈悲 日光之下 朕連其他人的影都盡量被開不踩下去 怎會隨便殺人呢 只是天下之事搞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不開殺戒不行 但是今天兩件大案 依例結案的話 隨時有二三百個人頭落地 朕心何安 只是殺兩個主犯 不追究下去 不是糊塗 是顧存大局 孫家鑑 上天像你一個慈悲的心 你應該苦心自問 就會明白 田文鏡 樂敏是朕親信的大臣 在山西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你田文鏡孤身入境 四面受功 偏偏能夠查清積弊 反敗為勝 稱你為能緣 真是當之無愧 朕亦未立即掌上來 你有體察朕心嗎 神身受兩朝國恩 在稀朝 神指之中愛先帝 在當今 神指之中愛聖上 是大夫不以密起 不以己悲 為此耿耿忠心對天可表 掌不掌上 並非神辦事事所考慮的 好 朕暫時不上來 是不想其他的神功仿效 擾亂地方事務 你懂得說這些說話 真是功中能 三者兼備 實在難得 多謝皇上謀讚 朕不會胡亂地讚人 好似李衛 今次的風貢院 未請旨就做了 朕不會怪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心為朕辦事 成全他就等於成全朕自己 有一次孫家鑑 朕為什麼先挫折你 然後升你官 因為朕看你多少帶些科甲的漏襲 心中存有一個名字 一旦想成全聲明 就很難做到功中能 神並非孤名釣魚 盼萬歲名善 哈哈 你這個孫家鑑 楊明時跟朕說 那天朕趕了你出養心殿之後 你想在乾清門之外自盡 有沒有這樣的事 呃 是 是有的 子女受父母責罰 於是就自殺 陷父母於不慈 算不算盡子女之道啊 不算 神子受人主所欲 於是就興生 陷人主於不仁 又算不算盡神子之道呢 呃 呃 不算 當時你一心想做忠臣 以死勸諫 你就命中千古 那 坐在養心殿的朕又怎樣 後世怎樣評估朕啊 呃 呃 皇上 神之錯啦 哈哈 你不用這麼沒心機 朕自己當年 就是一個孤臣 所以特別明白你 朕不要神子做應聲蟲 但也不要神子請匹夫之勇 總之能夠做到 功中能三個字 朕必定不會辜負你們 神等敢遵信份 萬歲爺 已經到了午時啦 好了 今天就談到這裏 朕要過去乾清宮 對了 貴州巡府出決 朕以為楊明時 今次揭發科長舞弊做得很好 就派你去貴州 大家可以跪安 皇上 神不願意去 你說什麼 皇上 神不願意去貴州做巡婦 楊明時 朕派你去貴州做巡婦 是升你的官 為什麼你抗子 貴州巡婦一職 神實在難以升任 神寧可回去湖廣做梵臺 神不想升官 你大概怕貴州窮 其實湖廣都不算是好地方 朕既然想你 就應該送佛送到西 上有天堂下有蘇行 不如你去杭州做報政事好嗎 萬歲爺誤會了神的意思 自從康熙五十九年到今日 四年之間 貴州巡婦換了七次 除了一個丁丘回鄉首效之外 其他人 難道個個都不稱職嗎 那你楊明氏認為是什麼原因呢 貴州巡婦之上 有蔡廷老將軍 是國家柱石 神恐怕夜距不起 到頭來落得格職回京 毫無見樹 有父皇上委任 再講 國家封疆大利 換得這麼頻密 認同兒戲 如果萬歲爺誤以為微臣嫌貴州窮的 可以派微臣去烏里瓦蘇台 軍前效力 神亦絕無異議 嗯 蔡廷這個人 剛逼自容 的確是他的短處 不過他的優點是能夠帶兵 貴州有多個種族集居 沒有他這種老將很難鎮得住 文官不出事 又到武將出事 那你先去做 朕和你約定 保證七年之內不會調走你這個巡婦 行不行 那 那神唯有盡力而為 不過 神還想請子 哈 你又想怎樣 神身為巡婦 當然不會干預蔡廷的軍務 但是 也請萬歲爺下旨給蔡廷 不得隨便以苗族文變為理由出兵徵召 如果 神和蔡廷河水不犯井水 那神這個巡婦 大抵可以做得下去 哈 哈 哈 好 朕升你的官 你還要跟朕說這麼多條件 朕就體諒你這份勇氣 准你的要求 不過朕也有要求 請皇上分事 由明年春天開始 朝廷不再給貴州一兩銀軍響 一斤糧食 也不用你進貢 貴州錢糧自給自足 你敢不敢答應朕呢 神遵旨辦理 好 好 朕就是要這些有膽式有才幹的神子 朕已經遲到了 那你快點 那 阿 阿 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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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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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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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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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于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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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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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